教堂醫老師說常常有一些補充意見要表示 所以我們請這樣 那等一下如果請他前面這樣 教堂醫老師會這樣跟你們講 如果能帶我們補充的話 可以接下去 那我們現在請教教授再問問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這個捷運的問題 那我先來問一個問題說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捷運的火屋 如果今天我們站在巨蛋的一個旁邊 那這個捷運的方案可不可行 你覺得可不可行 什麼叫做 所以這個我只是在提供各位一個思考說 什麼叫做可不可行 那你們覺得說捷運可行 捷運的這個場 如果今天我們站在巨蛋旁邊 就使這個季蛋的交通是可行嗎 我覺得跟各位提出不同的一個看法 各位如果你們這邊 因為每一次跨年的時候 常常都會 在這邊很多人對不對 跨年的時候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跨年的活動在哪裡 在市政府 但是在巨蛋的時候 最常做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是把四五站封閉 為什麼 因為如果要從四五站進出的時候 他的巨大的一個人流 沒有一個等候的一個空間 所以你去國外看 比如說你去北海道的巨蛋 巨蛋看 他從他的捷運站 走到巨蛋大概要走十五分鐘 一公里 是為了讓這個疏散的過程裡面 有足夠的空間 那我們這個要做為 將來要做為疏散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國務紀念館站放閉 讓所有人去市政府站 或者是宗教都發展疏散 問題正是因為 他太靠近巨蛋 他太靠近巨蛋 所以在捷運的周邊 捷運當初設計的時候 並沒有考慮到巨蛋這個問題 所以他並沒有留出來 任何足夠等候的一個空間 那我對這個交通方案 其實最大的批評就是說 這個巨蛋蓋在這裡 那這個旁邊 因為他有很多的附屬商業設施 他蓋了很多的商場 蓋了很多的營車 蓋了一些旅館 所以他佔駕了很多 原來可以等候的一個空間 現在沒有 現在變成是一些 商業的一個活動 很多人說這個巨蛋 200億以上 200億 號稱 但是光一個蛋多少錢 80 請問 以幾千億的一個市政府的一個預算 80億拿不出來嗎 如果這個巨蛋 是政府自己做的 那我覺得我支持他的這個可行性就大很多 因為政府做的如果是 台北市政府自己蓋這個80億的巨蛋 他不需要去靠旁邊很多的這個商業活動 來支持這個巨蛋 那這些商業活動的空間 可以留給我們作為擅長的時候的這些觀眾的一個等候的一個空間 這才是比較可行的一個做法 但是我們用BOT的方式把原來的等候的空間盡速的採除 這是問題最大的 那很多人說可行 那請問你 如果疏散那幾萬人以後 捷運需要多久的時間 你們知道嗎 一個小時 捷運的運量單限要兩萬人就要一個小時 你以為說捷運的運量是沒有錯啦 是很量 很多啦 但是要疏散這麼多人的時候 要多久 一個小時 在這一個小時裡面 他們等候的環境 又被很多的這個商業活動設施所佔據 這才是問題的存在 那所以說 你說一個小時可不可行 現在就是一個小時就是可行了 所以就過了嘛 一個小時是可行的 所以 大家都 他們都告訴你說 我有捷運所以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即便做了南北線 他還是需要那麼多等候的空間 況且南北線的經費或者是可行 那還有很多討論的地方 行政院根本都交通局根本都還沒有通過 也是不可能的啊 在我的有生之年 我剛剛再回應一次說 什麼叫做可行 所以 沒有所謂 在交通裡面 沒有所謂 不可行 疏散 你看過國五每天在塞車 有疏散說一整天的嗎 沒有啊 過了明天就疏散了 捷運的跨年 有沒有說 會塞到隔天的 沒有啦 過了幾天 都會疏散 所以 不是在於說 會不會疏 會不會疏解 不應該問的是說 疏解的時間 多久 而這個疏解的時間 這個 你可以不可以接受 如果你可以接受 那就是不可行 如果這個疏解的時間 不能夠接受 那就是不可行 也就是說可不可行 必須要有一個設定一個目標 來決定